牡羊女真的都喜欢帅的耶 因为她们很在乎头跟脸 帅的 脸型很特别的 或者是有胡子的 今年1月时 有一个牡羊座上网问了我一个问题 唐老师的周报时间已经过了5个礼拜 你都说牡羊座桃花很好 为什么我都无感 而且我也没有桃花 到底我是不是牡羊座呢 亲爱的 透过你这段文字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牡羊座 桃花就算来了 但如果你的防备心还是那么的重 如果你还是忘不了前男友 如果你还是一下班就马上回家宅在家 你会有桃花才有鬼 你简直比我们天蝎座还要绝对啊 是你的行 什么都可以 不是你的行 什么都不可以 你给点机会好不好 你让人家有一点表现的空间好不好 可是却偏偏不是啊 牡羊座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行 那你就会猛冲 虽然你猛冲的方式 我们旁边的人也不见得看得出来 但如果是被追求 那么我相信追求牡羊女的人 一定觉得倍感吃力 因为在牡羊女的心目当中 就会觉得 你想干什么 你要追我吗 不好意思哦 那有很多关要过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时间限是我来啦 不是你来啦 所以这种心房就会使得别人觉得 牡羊女在想什么呢 通常牡羊女都会有很明确的目标 比如说眼睛要多大 身高要几公分 体重一定不能怎么样 你有这么明确要求的情况下 自然很多人就一开始就被打枪了 就进不了候选人之列 我们都知道火象星座超爱面子 而牡羊座表现出爱面子的地方 就在于他不主动 因为他满脑子想的就是 我如果主动又没追到 那不是丢脸丢大了吗 我如果主动却被人家知道 我没追到 那我以后还要怎么做人 这是为什么 他们就算遇到喜欢的心 有时候也还是果足不前 所以咯 明明自己内心已经很着急 大家也都把碗敲破了 他还是显得很被动的样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面子 走出情商需要超久的时间 没错 平常看起来非常潇洒自主的牡羊 遇到了感情却一点都不潇洒 当牡羊座遇到了征服自己的男生 那么他就会变成小绵羊 好强的牡羊座会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走不出来 而且就算他嘴巴里说 我不在乎 我早就走出来了 但通常他会等他的前男友 交到了下一任 或者是已经完全死会了 他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完全失败 或者是比较愿意去再找下一段 否则前面那段阴阳磨叽的时间 他很难打开心门接纳他人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会被情商卡这么久吧 很多人觉得牡羊座应该是三分钟热度啊 感情来得快去得快啊 那你就错了 那其实是一种隐藏 那是牡羊座爱护自己面子的方式 因为牡羊不允许自己这么的痛苦 所以他要表现出我不在乎的样子给人看 他会先乱谈 让你觉得他是有对象的 他不是单身痛苦的 过得看起来好像很热闹 但其实他只是在填补自己的慌乱跟空虚 所以有一些牡羊座看似有一夜情啦 或者是他能够接受一些对象很快的来去啦 都只是填补而已哦 牡羊女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 你们非常喜欢做自己享受生活 怎么样过得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通常已经把自己过得很好的牡羊座 也会害怕失去自我 也会害怕失去这样的生活品质 而惧怕进入下一段关系 毕竟这么聪慧的牡羊女知道 如果要进入一段关系 就代表要迁就对方 代表要失去部分自我 你也会好好的考虑清楚吧 牡羊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 就是喜欢用相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哦 比如说牡羊女有天真 很容易相信人的一面 但是她就会太害怕别人看出来了 而故意表现出很高冷 或者是很拒绝的模样 或者是面对一段追求 因为她心里太患得患失了 她就会故意用反话来武装自己 比如她会说 我对她也还好啦 我无所谓哦 要断就断掉啊 这些反话都意味着她在乎的不得了 你听得懂吗 所以最终我要劝告牡羊座 如果你没有桃花 真的都跟你这个爱面子的性格有关系 以及不要梳理太高的标准 脸帅只是一时相处才能带来一辈子 所以一定要给人家多一点的机会表现自己 你怎么知道这个不够帅的人 也许日后很帅呢 给人家一个机会吧 老师牡羊女要怎么谈 不那么辛苦的恋爱 觉得有点难 牡羊女是自己会穿硕身衣的人 你懂我意思 她会给自己很多的枷锁 你就要去掉你的枷锁啊 比如说白目一点也没关系 稍微有点丢脸也无所谓 你只要能够做到把这种防备放掉 因为有时候牡羊座连珠炮就是她很紧张的证明 她会告诉你说我不紧张 但她很紧张这样子 也许卸下心房是一个前提啦 那么认识久一点再来谈恋爱是一个不错的学校 不要冲动恋爱 你也许可以找职场上有接触的 或生活当中已经认识很久的都是不错的选择 以上祝真正想要桃花的母羊女恋爱顺利喽 不要看她们外表高冷 高知识硬邦邦的样子 摩羯女的桃花比我们还要多 开什么玩笑 有时候我常觉得摩羯座如果不要桃花 是你们自己不要桃花 或你们自己不相信桃花所导致 所以摩羯女到底是什么短冷的桃花呢 我个人觉得摩羯女你们真的把你们聪明用错地方了 你们聪明过头的时候 你们就会常常去问为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她要来接近我 为什么她条件这么好却喜欢我 当你太用脑袋问了太多为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越想越却步 也许习惯性悲观平常能够保护你 比如说你做某件事不敢相信她一定会成功 然后你就会更努力更认真最后成功 可是在感情上如果你习惯性悲观 有时候就会呈现不出恋爱的时候的甜美 也不能够使得这段过程变得很愉悦 恋爱其实就是愉悦嘛 恋爱就是要浮夸一点嘛 如果你都不愿意去执行 那是不是有可能把一段 本来应该很活泼的恋情弄得死气沉沉呢 当然我知道要你放下心房比登天还难 但是你要对你自己很容易设下心房的这一点 要有所自觉哦 当你发现自己的防线又升高的时候 不妨告诉自己放下心房 第二我不得不说你的择偶条件其实蛮高的 人是非常多样化的 所以择偶条件只是一个参考 当你把这个水平先设得那么高 然后最后它也未必能够达到你真正的标准 那你又何必阻挡了一些现在表现平平 可是其实它未来可能潜力无常的人种 所以咯 择偶方面请不要那么超现实 事实上摩羯是一个自律圣言的星座 不管是律人或律籍 所以你很多事情是高标准的 包括道德标准 所以这个人如果他不够负责 不够孝顺 不够认真 可能在你看来就是不值得尊敬 就会有各种的看不顺眼了 我个人觉得当你们更至于一起来的时候 明明你是为事情好 开始表情看起来很像在一起 还有呢 你们也很可能会恨铁不成钢 这个恨铁不成钢 就会使你们变成各种酸各种骂 最坏的表现方式就是谴责自己的前任 那就会变成骂咯 那这种骂反而会变成一种负能量 比如说你会把一个不够好的前任说 他很烂很渣 然后非常没有原则 而你这种表现会让人觉得 你交往是不是就为了等这一刻 可以好好彻底的骂对方呢 因此当你在骂前任男友的时候 可能也默默的阻断了你未来的桃花 把成功人士身上的十种特质 摩羯女身上都有 然后最后就败在那里 摩羯座的外表为什么会这么强硬呢 因为摩羯座觉得乐观或者是天真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们宁可过度的聪明 他们也宁可就是过度的自我保护 所以经常用一种比较强硬的外表来包装自己 可是其实他们内在是非常没有信心的 他们经常处于一种阴阳摩羯 我这样做会不会失败 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所以其实摩羯座的这一点是很令人心疼的 你相信吗 当我们认定你是穿着Prada的恶魔 然后又忽然感受到了你内在很温暖 或者很脆弱的那一面的时候 这是非常反差萌的 这一点反差萌摩羯座可以好好的运用 会让你非常的阴影原味哦 摩羯女的追人通常90%的成功激励 你实在是让人看起来很难追 可是反过来你追人的时候 第一你看起来并不花痴 第二你相当的有手腕 根本不需要我教你 你比我有手腕多了 你们很懂得发挥自身的魅力来吸引别人 而且这个魅力有时候也是因为你的工作表现而散发出来 所以它散发的很自然 那你跟老公是职场认识的吗 是 他是你的主管还是下属 同时 那你们关系应该会好 因为他在工作上他已经看到你的各种层面了 然后他还欣赏你 他还欣赏你这句话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摩羯座在工作上展现出来的那一面比较有魅力 因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个人坚持 会显得比较公平 然后也会显得比较好接近 因为是工作嘛 他们就会公事公办 然后会展现亲和力 那如果是个人 个人的话没有什么好展现亲和力的 个人就是我就是这样 所以没办法职场恋情就是这样来的 你们非职场恋情不可以 通常摩羯座的感情会经过前面有一段昏头的过程 而昏头一过你们理智就上线了 理智上线以后你们就会开始各种评估 相信我一句感情是不需要评估的 所以到了后续感情的经营就变成一种互相的认识 所以给对方时间给自己时间是很重要的呦 不要让理智杀死了你的感情 一旦成为人生伴侣 摩羯座也会把自己定位成我要辅佐你更好 我们可以这么说 如果对方是以一种找员工的心态找你 你当然是最棒的员工 但是对方不是啊 他是你的另一半 另一半就是平起平坐跟你很公平的角色 所以请你不要辅佐他好吗 你辅佐他的结果就是你每天都觉得他很笨 然后他很不努力 所以如果你是用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我们只是在人生的路途上结伴同学 我相信你会平衡很多 加油 还没有 太可怕了 那么冲干嘛 就是 先回答的是有奖品吗 就是啊 你精心牡羊克制一点 好痛哦 老灵魂 老灵魂 下一个一个定义 威 威 威风的威 我觉得那个威字是很阳刚 但是里面有个女人 和女人味是其实在里面是有柔软的那一面的 下一题 你怎么都不按 我要让你先 你先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很敏感 哪里敏感 双鱼就各方面 OK 好 可是男生太敏感好吗 男生太敏感就会比较体贴啊 会不会很黏 蛮黏的 对 非常黏 但是我觉得那种黏是障眼法 试图让人以为他很深情而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那不是可怕吗 你在说修吗 不是 修跟静雯的那个修 诶 但是天平跟双鱼很配哦 诶 我跟我老公也是天平跟双鱼诶 因为天平很需要双鱼当麻醉药止痛药 让他们在艰难的人生当中可以勇敢前行 所以是天平逃不出双鱼的手掌心吗 是 逃不出 所以是我老公逃不出我 然后贾静雯逃不出修杰凯 嗯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但是又会很爱你们哦 我们也很爱他们啊 而且天平座很需要聊天 疏压 双鱼座又很会聊天 双鱼座在我心目中也是表达能力一流的星座 双鱼座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怎么搞定 是这样子的 我是一个搞不定的人 所以这题我就不回答了 谁能搞定双鱼座 我们只有被双鱼座搞定的份吧 我觉得有一点空间 然后有一点主见 然后不要太黏 可是该贴心的时候要贴心 没有这样完美的人 所以不要搞定算了 其实讲穿了双鱼座就是变动星座 那之一 变动星座所需要的就是你说的 给它自由 给它空间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双鱼座就会良心发现 就是因为双鱼座是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一定会很感谢你给它空间这件事情 就会好好的回报你咯 老公你有听到吗 老公这么不给你空间啊 没有没有我老公 我老公很给我空间 不然我怎么可以每个月这样飞出来工作 所以 谢谢老公 I love you 看吧多么会说话 多么会表达的一个星座 难怪能够把婚姻维持得很好 哈哈哈